飞大学院南加州尔湾钻石巴阿凯迪亚和北加州分校的学生代表百余人 12月11号相聚在钻石巴高中畅谈参加社会活动的感受 接受飞大学院创办人魏欣老师颁发总统奖 在分享丰硕的喜悦后并宣布本月圣诞节前 利用寒假分别飞往亚洲的尼泊尔和中国宁夏的偏远地区继续进行扶贫活动 飞大学院作为美国加州升学顾问教育机构 是全美唯一注重孩子数字教育 全方位发展的教育团队 多年来飞大学院已帮助过许多有着远大理想的孩子们考入名校 他们不仅仅向学生指导书本上的知识 更主要的是注重学生的道德和人格的培养 今年我们去宁夏的学生会有70多个去尼泊尔 马上圣诞节跟我去尼泊尔的学生也会有将近20人 所以一共加在一起有90多个学生 这个是比我们往年规模大得多的 在颁发总统奖后 飞大学院藏校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动自以情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掌握 和利用竞技杠杆去服务社会 受到与辉的家长和同学们的热力欢迎 飞大学院成立12年来呢 我们不仅仅帮助我们亚裔的孩子提升他们的成绩 和SAT和AP的考试的成绩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小朋友的学生们的这种个人素质的打造 和他们这个精力的培养 飞大学院自从举办慈尚公益活动以来 每年寒暑假都会组织同学们到中国边缘农村和尼泊尔贫困山区 帮助当地农民取得小儿贷款脱贫 直到秋天收获的卖浪滚滚 人格特质的培养让学生们感触良多 在美国的话500块钱对小孩子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想到迪士尼乐园啊 还有吃的东西 在中国可以买五头羊 也可以买三分之一的牛 就是对我们来讲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飞大学院自力提升学生全面素质的教育 扩大了学生们社交和领导能力 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飞向理想打搞志愿 是飞大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 据悉在该学院就读过的学生 有95%被全美前50的高校录取 超过70%的学生 被全美前30的顶尖名校选中 寒天卫士记者王富民乱记报导